生活话题也要来关心 10月份即将迎来中秋 还有国庆连续假期 而最新的出游优惠也出炉了 林物局在今年下半年 推出了像是阿里山等 12个国家森林游乐区 可以免费入园一次 现在再加码 新增花莲复原森林游乐区 等于有13个游乐区 在国庆廉假时可想半价优惠 等于你中秋廉假的时候 可以先免费玩一次 等到国庆廉假时 再享有半价优惠 算下来如果是一家三口 出游两趟最高可省900元 搭乘阿里山森林小火车 感受大自然分多金 下个月廉假出游优惠出炉 林物局今年下半年 推出阿里山太平山等 12个国家森林游乐区 免费入园一次 现在再加码新增 花莲复原森林游乐区 13个游乐区国庆廉假再半价 据言来说一家三口 中秋廉假先去阿里山 首次入园免费 三个人就可以省下600元 等到国庆廉假 换完太平山 可再享有半价优惠 再省下300元 等于两趟出游 共节省900元 相当划算 廉假跨业 住宿也不涨价 业者再推优惠锡客 再加上呢 今年我们在福隆国际 夏雕艺术季 我们也将展期延长到10月 还有我们的住宿上面呢 我们会将于六者的一个优惠价 在安心旅游的补助上面 那我们也都可以做使用 福隆饭店 福隆店 中秋国庆廉假 两人同行 一博二十八千九百九十九元 另外台北中山希尔顿 逸林酒店 10月31号前 包含廉假 推出金金计价方案 男生体重一公斤折抵十五元 女生一公斤折二十元 最高可抵一千五百元 入住前现场秤马上折 扣掉刚刚的金金计早站 这边是你负的金额 不想廉价人几人 也可以趁早九月先去玩 建湖山九月底 大学生军人教师 两人入园五折价 只要八百九十九元 六福村同样三十号前 军人教师入园门票 两百元有找 国旅怎么玩最划算 现在就开始规划 这样的报道